突破障碍跟着指示前进 这荣获全国技艺竞赛金手奖的机器人 在无人机进行现场展示 掀起校技交流高潮 受限于民航法 基隆商工推出微型多悬翼无人机 整线四面停悬 举行飞行 障碍穿越等演练 我们为了依应法律上的一个限制 我们开始推动这个微型的无人机的一个课程 融入到我们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上面 那因为微型无人机啊 无论在造架上 或者是整个未来飞行的一个限制上 都比较不受法规的限制 那也因此我们期盼 透过这样的一个课程训练 培养孩子的技能 收到前来的还有基隆女中与正兵国中 这次很开心可以到基隆商工来体验这种空拍的交流 但是这次看到的那种是迷你的微型的空拍机 那我们在观摩完他们的技术之后呢 我们自己也来实际体验交流一下 然后又实际操作到这种微型的空拍机 证明国中遥控车社的学生也拿出精彩的展示 高速 甩尾 跳板等表演让人惊艳 遥控车都是自己组装的哦 越野车这个社团就是这整台完成 就感觉真的蛮好玩的 这个越野车跟无人机一样 所以以后可以看老师可不可以用无人机帮我们一起跟越野车合作起来 我们也观摩到了微型无人机 我想微型无人机不受进行的限制 未来也可能是我们学校可以在跟机商这边合作的项目 机器人 无人载具 遥控车 还有微型多旋翼 蹦出新火花 透过机商举办的四轴无人机障碍穿越赛 让学子拥有实作观察 所学与社会接轨 跟上未来潮流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这一点 这一点 其实回合一下 我觉得我们在公开 我们在公开 谢谢大家